第三組明星要相認親戚 我們歡迎這位要認明星的親戚出場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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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的親戚應該比較好想像吧 為什麼 就是應該也是這種 八點檔的小聲之類的 對 我跟她是帥哥 好像說張成功 她舊舊之類的事情 應該外型也是有一些基礎吧 我覺得她外型比我還更好看 我覺得她已經算是 她是整個在台灣藝人界裡面 最帥的男藝人 幹嘛又這樣子笑 所以是高以翔嗎 你的親戚 差不多有點像她那樣型 妳講高以翔 害我在心中把這兩個人做對比 好像有一部分別的情 有嗎 因為她動用到最帥的 最帥的啊 請問這位明星是妳 妳要稱呼她什麼 表哥 表哥非常親耶 她是我媽媽姊姊的女兒子 像參加女兒兒子 那很親啊 那就是真的親戚啊 那不是應該常見面嗎 因為我從小在南部長大 然後她一直在北部 你碰到這個人的時候 真的叫表哥這兩個字嗎 其實我不敢開口 因為我不覺得這個明星 有喜歡人家叫他表哥這兩個字 所以你的狀況 也是跟黃小榮一樣 就是親戚間 已經會稀稀酥酥說 你有一個明星表哥嗎 對 她其實那個時候 因為她是男子偶像天團嘛 發片的時候 你真的很喜歡用誇大的詞 對 因為她分布我一定要這樣子 那是ABC嗎 歹歹的 對 類似有點像啦 然後那時候 那時候她剛出卡帶嘛 然後還在買了卡帶 然後還買了她的卡帶 所以年紀有40以上了 還沒有 還沒有 快 所以你今天會在我們康熙 當著她的面 叫她一聲表哥嗎 我可以試試看 你沒有叫過嗎 人生中 我有試著叫過 可是我就會覺得 渾身不自在 然後去吃皮膚帶 真的嗎 我覺得他們兩個配在一塊 真的有點 噁心 有點噁心 而且奇怪的事情是 這個還不是那個表哥硬要 湊成對 是他自己要去認的耶 對 而且重點是 不是 重點是這個表哥 剛才在後面 讓我覺得很不舒服 他就是跟他講說 我跟你講 要出去你就說 你來台北都來找我 我在照你 然後我對你有多好 你要怎麼講怎麼講 他就想說 怎麼有這種表哥 他控制度很強啦 所以表哥是油腔滑掉的人 是不是 現在是開始有一點點 你這樣講說 他就不想把門打開 我們歡迎表哥出場 歡迎表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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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能吧 真的 臭不起來 重心器不要用幾張好 真的假的 很好耶 像優質的這個主持人耶 他哪有天團啊 有啊 有啊 開玩笑 不是只賣了一張專輯而已 兩張吧 我們出五張耶 你看 有這五張嗎 以為我們只出一張對不對 可是因為第二張 我們默默發片多厲害 最低調的發片 最低調 有人默默形上 我們默默發片 所以... 所以你這個幹嘛 就是假裝沒有這個表弟存在 我...我不是假裝 你是不是紅了叫 剔開所有的親戚 沒有... 我一直想要幫他 你知道嗎 說真的 你在演藝圈沒有拉拔過他 我後來想想 沒有 真的沒有 這通告是我求來的 那還會不少這一個 沒有 因為我跟你講 我們的路線不一樣 我能夠幫的 其實我是頂多可以幫上上通告 綜藝的通告啊 被人家雜牌什麼的 可是他 我覺得他是很優質的偶像啊 為什麼要來做這些事情 可是我覺得他都隱藏得很好 因為其實我們都號稱 在那個奇摩 或是偉基百克 絕對查不到我們之間有任何關係 所以他也不公開的 鄭浩東 你要看著他 然後叫醫生表哥嗎 表哥 你忘記過了 有點尷尬 為什麼要有簡單的稱呼 會變成這麼古怪啊 你這邊都軟掉 手臂都軟了 對啊 這種感覺就覺得 好像要叫我... 沒有 所以不然你都叫他什麼 叫小鐘哥啊 他叫小鐘哥啊 你寧願這樣是不是 這是我們覺得就是 很生疏耶 有點生疏啦 就是我們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你家族很龐大耶 很龐大啊 你還有別的明星家人是不是 還有一個我弟弟 他以前是男權媽媽的 裡面一個巨砲 對 所以現在 對 巨砲好像不想跟你相認 巨砲 因為巨砲幫周杰倫做音樂會 他在音樂圈 音樂地位很高 康熙聖典就他做的 對啊 對... 因為我們看到巨砲 我們跟他說 小鐘他就走開 對... 他... 他其實他覺得滿丟臉的 真的... 巨砲 他有沒有跟你講說 不要再這樣下去 就是弄一點音樂性 或者是什麼質感出來 我說有啊 你出錢幫我做啊 我說現在你生意做那麼大 他也不願意啊 曾浩中加入可明小子 是你的功勞 跟我完全沒有關係 我跟你講 從我進這場 他完全沒有幫過我 然後他也不想認我 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你有一個帥表弟 有什麼不好 我很開心 但是就是 但是 他一直在演藝圈 沒有什麼表現 因為我真的很想幫他 這是剛才我講過了 但是我很想認他 但是 我怕我的身分 讓他造成不好的 觀眾對他有不好的印象 對 所以我保護他 你講這話很心酸吧 我很心酸 其實我 我真的很希望他 你會試著把這個亂演 對 你演技很浮躁耶 真的 就是有一次 因為其實我自己是從台北上 在台北工作 然後後來就是 因為就只能靠自己啊 那有一次就是我生病 然後很嚴重 然後他還會跟我公司 那我公司就是 也沒有接我電話 然後我就突然想想說 在台北 在台北有一個唯一的親戚 想說可以讓他來照顧 可是你有他電話 我有他電話 他一直不敢播 是透過長輩要的嗎 對...他媽媽 媽媽跟我媽媽要的 本來你還不想給對不對 然後後來我就想 還給錯了 然後我就想說打給他 然後後來我一打給他 我說唯小鐘哥 然後他就說幹嘛 我說那個我生病了 然後你可不可以來 帶我去看醫院 他就說 什麼... 小鐘哥沒有跟你相認過 你這樣直接打就加帶 你去看醫生 可是我就會覺得說 就是在台北唯一的親戚 對啊 想說要得到那份溫暖 對 然後我就說 然後他說好 然後就把電話掛了 然後完全沒有再打電話給我 沒有出現嗎 沒有 因為我那時候 剛好要上通告 我說我在忙 我晚一點我再撥給你 然後我就一直在等 我覺得一直在電話旁邊等 他就完全沒有... 完全沒有來找我 所以你最後就自己 去醫院看病嗎 就自己去醫院 沒有 可是我 錄完影有打電話給他 這樣你媽媽怎麼跟他媽媽交代啊 對 他們是姐妹耶 沒有 後來我又打給他 我說你是這麼很不舒服嗎 我錄完影之後 喂 我以為如果長輩彼此是經濟 最好的事情就是 長輩會跟你講很多很多八卦 哦